这个大叔全身可以释放出一种油腻 当他身体覆盖之时 连子弹打到他的身上也只能滑走 而他更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哪怕是在零下80度的饥寒之下 也可以安然入睡 既然子弹不行那么不如试试刀吧 但是大叔除了防御很强 他的铁头攻击也是相当的厉害 虽然他看上去笨重无比 可那种反应速度却是让马奇震惊不已 就算是他一旁的小弟偷袭 大叔也可以快速地转换形态 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马奇趁机绕后一刀砍了上去 大叔马上收缩自己的身体用防御抵挡 只见扛下一刀后只留下一点点痕迹 他的防御正是用60级的海中狂暴龟制作 那种材料比钢铁都要硬上几十倍 然而大叔的速度才是真的的恐怖 一个冲撞瞬间来到了马奇面前 来不及反应的他直接被命中复 随后被一拳给打飞 但马奇也不是吃素的 快速近身一刀劈了下去 奈何大叔的头部那龟壳太硬 被对方反手一拳又给打飞 其实如果换成其他地方交手 马奇不会如此不堪 因为这里的温度太低 男人全身释放出的防冻液 让他一直可以保持体温而速度也不受影响 但是马奇却是在低温的影响下变得迟钝 此时他再次站了起来 他想要发动自己的最强一击名为托利 但这需要三分钟的积蓄时间 可对方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么长时间 此时他的三名小弟非常给力 准备拼上自己的性命为马奇争取时间 但他们在大汉面前不堪一击 只能采用非常惨烈的方法 抱着大腿却被一脚踹飞 一刀砍下自己的刀法碎了 被狠狠的一个头锤击败 另一名小弟趁机用机关枪偷袭 但依然没有奏效 马奇眼看小弟被打却不能上前支援 终于这个时候他完成了 而大汉也是同时对他发起了冲锋 这一刀连大叔也没有看清招式 显然他吃了大亏 想不到自己竟然会被破防 因为马奇手上那把鸣刀是海中专门捕食狂暴龟的雷欧龙的龙牙所致 刚好是大叔的克星 最后从他的裤裆和头部爆发出两道白光 一刀将大叔斩于刀下 而另一边真正决定这次成败的大战 正在阿鲁和多米之间展开 有主观的东西